刚刚才赴英国留学的林依晨15日旋风回台 与陈妍希一同出席某公益活动 都说减肥是女生一辈子的事业 两位娃娃连女生同台自然也少不了要交流减肥问题 更何况不敏女神陈妍希因为出演小龙女一节 引发重梦被批示小龙包 肯定要向观众证明一下减肥成果了 我觉得其实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其实因为要拍很多的动作 就是因为是武侠片 所以需要维持体力 有在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取 是真的有瘦啊 可是我不想一直一直增结在 就是到底瘦了多少 这个公斤数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瘦了健康 然后因为我之前水肿的问题其实一直很严重 那因为现在吃的非常的营养很均衡 我真的没有像我们刚讲的那么夸张 就每天就是都没有在吃东西 陈妍希因为出演九把刀的电影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大火 如今林依晨也出演了九把刀的星座 两人被称作两代九把刀女郎 不知道会不会私底下相互较劲了 我觉得亦晨是很棒的女生 我觉得九把刀喜欢她是应该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亦晨 然后我对她们的电影非常非常的期待 九把刀的作品非常多啦 所以需要很多的女演员来演艺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们之后也还会有在下下一代 所以我们算因此习因此 看来九把刀女郎都有林家女神的气质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